字幕提供 今天的主角就是 這瓶 Clear Latte 和Clear 透明的土茶 和透明的Latte 這個之前好像也有人 喝過的 但好像不是阿沙希出的 這個是阿沙希出的 Hello 我是Edwin 這個是我 我旁邊的是Christy 透明的咖啡 之前在斯洛伐克 有間公司也出過 在台灣有得賣 這次這條影片 跟大家分享的是 日本的阿沙希出的 我們一起來看看 這瓶好不好喝 你先說話 跟你說話 又跟阿沙說話 嘻嘻 不好喝的 我喝到有少少奶味 我想要睏眼喝 不好喝的 沒有什麼味道 我不好喝到咖啡味 有少少奶味 有少少奶味 有少少脫脂奶的味 少少 喝Latte 就是喝那種很香濃 和很純滑的奶的感覺 但它沒有奶的感覺 又沒有 我又不太喝到 Espresso的感覺 就 試試看 沒有喝咖啡味不夠濃 但你有沒有喝到奶味 有奶味 很淡的奶味 很淡的奶味 這瓶就真的像咖啡味的水 對 Latte味的水 沒有什麼特別 試試第二瓶 試試這瓶 Clear寶茶 這個是之前 這個是阿沙希的 這個是Sentery Sentery就是之前出 奶茶和檸檬茶的 這個品牌 這個應該會比較好吃 因為之前做的兩個 都很平如潮 這個濃味很多 這個很有肚味 但差一點點茶味 我們前幾天買了一盒 Lipton的肚子 又不是 茶味很濃 這個好喝嗎 等一下喝到肚子 對 茶味差了一點 之前檸檬茶 連茶味都很足 這個就差一點 還有這個 這個 這個可以的 可以試一下 這個值得一試 因為香港應該還沒得到 遲一下759 遲一下就很快就有了 這個是什麼 鰻魚骨 之前我們去江山的時候 去吃鰻魚飯 但是它很神奇 它會有一個脆炸的鰻魚骨 是非常非常好吃的 這次我們在上野車站 找到這個買 吃過都可以 但是芥末的 你先剪完 我不滿意 你要剪掉它 Mindu 你看這裡風景 這次的透明咖啡和透明土茶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蠻厲害的 如果你覺得這條影片不錯的話 記得按個讚 如果想看更多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和按旁邊的鈴鐺 我是Edwin 我們下次再見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